腰瘦了 女人为了减肥能有多拼 上一秒刚立下紧实的flag 下一秒就吃麻麻香 程度好比中毒 自己想要做的事 却要强忍着不做 简直惨绝人寰 还是大雄幸福 书包一扔 就能随便去见周公 为了不让大雄成为三费青年 蓝胖子拿出上瘾药丸 蓝胖子你确定没拿错道具吗 但道具不能只看名字 要看功效 比如让讨厌青椒的小孩 同时吃下青椒和药丸 青椒就成了最爱 同理 只要大雄在循运时吃下 就会变成学霸 但大雄满脑子都想着做妖 拿出口香糖 决定拿老妈当小白鼠 这样老妈就没嘴吃零食 绝对能瘦个二十斤 但大雄真是笑出天气 感动上仓 甚至胖虎来砸门了 蓝胖子嗷地声逃向二楼 胖虎难不成还能打到家里 起了今天的胖虎出奇的友善 单手掏出两张通往地狱的火车票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都躲进壁橱了 还是没逃过胖虎这一劫 本想着找静香商讨策略 起了静香精明得很 就算世界灭亡了 那我也是不在家 至于小夫呢就更狠了 高科技安排上 就算坦克来了也没用 两人幻想因为听众少 胖虎大发慈悲取消演唱会 可胖虎的宗旨一直都是 唱自己个算几个 既然躲不过 大雄选择迎难而上 要爱上胖虎的杀人歌声 胖虎已经开始练拳了 谁敢不来当场垂死 但横竖都是个死 小伙伴们选择痛快的死 也就只有大雄两人 懂胖虎的真艺术 胖虎拿起麦克风 就要唱个三天三夜 大雄怕极了 看着跟台风媲美的音波攻击 蓝胖子赶紧偷出药丸 一口闷下 胖虎的歌声就变得宛如天籁 蓝胖子在歌在舞 扭得像个250斤的胖子 胖虎的歌声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小伙伴们不嫌势大 还来八卦 结果看到俩傻子相当亢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大雄竟然卖队友 抓住小伙伴们 就要给胖虎上贡 看到全员到齐 还都穿着应援服 胖虎相信 这些绝对都是真粉丝 胖虎斗志满满 小伙伴们则人手一个要丸 只要胖虎一开上 立刻吞下 就算再强的音波攻击 内言美妙的绕梁三日 余音不绝 小伙伴们的欢呼声 就是胖虎继续坚持的动力 竟相爱了 小伙也爱了 还自创了属于胖虎的粉丝舞 夕阳夕下 胖虎终于决定要闭幕了 可你问过粉丝的意见吗 这年头 我把粉丝安排明白了 就算你昨天还是人气王 今天也能让你做小板凳 胖虎显然是懂内幕的 麦克风举起来 扇子甩起来 左面的观众 请举起你们的双手 右面的观众 你们在哪里 前面的观众 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后面的观众再热情一些 可毕竟是免费的演唱会 胖虎体力不支 请求结束 可粉丝还要再听五百年 胖虎终于怕了 决定明天还开演唱会 才逃过今天这一节 家中的老妈 晚饭时间还得嚼着口香糖 蓝胖子为了快点听到胖虎的歌声 小端腿抖个不停 眼神人静 明明唱得如此爽 胖虎却做起了噩梦 被四名恶汉追着求开演唱会 谁知美梦成真 小伙伴们齐聚家中 如果唱了 那绝对是扰民 如果不唱 可能会被小伙伴们送走 那么胖虎该如何抉择呢